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实验了半年 然后方法大概一百多种 丢掉的乌鱼籽一千多片 我们就一片一片这样做实验 过年的档期的话 我们的业绩大概平常是十倍 所以如果以小片桩的话 那一天我们基本上都要切一两万个小片 那如果大片桩的基本上都一两千片 就是因为过年期间订单爆量 看来看一整桌全部都是七分熟乌鱼籽 晾干排队等炙烧还得加班赶工 其实今年乌鱼籽产量变少 成本增加也影响倒数价 像今年大家都知道乌鱼籽至少涨三成 涨的部分我们自己吸收 那一街迪化街老店同样主打乌鱼籽一口吃 当然要大片的也有 不过价格就有调涨 以五两半来看 往年大约一千一百元左右 今年大概涨到一千两百元 甚至还将乌鱼籽变身 酥脆饼干跟冰淇淋 乌鱼籽变出新花样 开拓过年 欣赏吉一 三点西红林教授杂学台北报道 腌制入味 风干发酵的精华火腿 是寒冬炖汤的食材之一 春节要到 围炉火锅少不了它 业者忙着分装打包 因为最近买汽多了三成 虽然价格悄悄调涨了 七百五现在调到越莫八百左右 台湾猪的原料 持续的在上涨 猪肉为主的火腿 增添了围炉风味 而年菜中最常见的乌鱼籽 价格其实也上涨 在单线有部分微调就是百分之十 乌鱼籽今年的量比较少 所以大概有15%的涨成 这一趟年货大街 因为产量少而涨价的 其实不止乌鱼籽 今年的花生因为雨季的问题 所以它的量变得非常的少 所以一定会涨价 透过业者提供的资料 乌鱼籽从2800元变成了3200元 涨幅10%到15 而瓜子和花生涨价5%到10% 干贝方面涨幅是在10%以下 干货方面香菇蝦米业者缩 避免让采买的人觉得压力大部分的成本 他们自己吸收尽量动涨 不是贵一点点贵很多 一两千块有 先一两千块有 买少一点啊 不会像以前这样买很多啦 年节必吃的佳肴 因为生产量少或是原物料涨价 价格是比去年还要高 让消费者在采买之余略为收手 想要开心过年 怎样让年夜半丰富 淋嘴吃的满意 还真的考验不小 三连新闻股服先 徐世婷 胡适英 高雄报道